她是京城最为跋扈的长公主 却在某时发现 自己眼前时常会飘过一些加大加粗的文字 字里行间诠释对她的恶意和嘲闷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 她从这些字里总结出了一个世界真相 原来她是个反派 且最终死在了炮灰手里 这怎么可以 震怒下 她决定逆天改命 没想到在改命途中 竟收获了茶香四溢的小奶狗一枚 这日 刚落水逃生苏醒过来的长公主只觉得头好痛 迷迷糊糊间 她看见天空挑过两行字 反派竟然还没死 好可惜 身穿红色衣袍的驸马将她从床上扶起 可她记得之前推她下水的人 好像也是穿红色衣袍的 这时驸马又给她端来了一碗汤药 说这是用太医开的方子熬的 她刚落水受了精 须得好生调养才是 可下一秒她就看见驸马头上飘出了几行字 快喝 这汤药下了致命的慢性毒药 服用多时便会暴毙身亡 太医也查不出死因 反派只配死 她被这些话吓了一条 还以为自己是老花眼了 可当在睁眼时 却发现那些字不仅还在 对她的恶意又更大 反派怎么还不喝 喝了驸马才能和女主在一起 反派赶快死 她现在十分确信这要有问题 于是便借口说这要太补了 自己今日不想喝 而驸马见她拒绝喝药后明显极了 粮药苦口 若是您觉得苦 陈极客就去拿些您爱吃的糖葫芦来可否 她见驸马这么急不可耐地想害她 便直接扔了那碗汤药大发雷霆了起来 沈云 你还为正式进府便想要管着我了 驸马立刻跪下道歉 长公主息怒 陈只是忧心灵的奉挺 随后那些字也跟着跳了出来 反派又要整什么幺蛾子 别欺负我家沈云啊 长公主强装镇定地看着这些话 找了些理由把驸马先给搪塞走了 这下她才终于松了口气 想想今天发生的怪事也太多了 先是有人推她下水想淹死她 后又凭空出现警示她的蚊子 而且这些蚊子无疑不是在咒她赶紧死 可她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到底是她曾惩治的贪污大臣 还是见她提拔女官 骂她是妖女的书生 又或者是那王夫之首被她惩罚 不服气骂她嚣张的小丽 不过仔细想想 想她死的人还真不少 但她却不觉得那些事她做错 如果这都算错的话 那百姓们怎能安居乐业呢 她起身推开门 发现门口正跪着个少女 衣袍还是湿的 怕不是从她落水时一直跪到现在 她问赵锦生 你怎么在这里 赵锦生则可怜巴巴的回到 奴才自知没有保护好公主 特来领罚 是奴才没用 长公主落水醒来 竟发现自己时不时的 总能看见些漂浮在宫中的文字 字里行间内无不在咒她死 而且都称呼她为大反派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想弄死她 但所幸她还有个对她忠诚的手下 这少年名叫赵锦生 是她在多年前买下来的奴隶 鉴于赵锦生对自己忠心 她便让其去查清楚 今日究竟是谁将自己推入湖中的 赵锦生领命 可却在起身时因为跪太久一个脚麻 差点跌到公主身上 好在她反应及时 才不至于对公主大不敬 长公主笑着吩咐她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在干活 可别废了这小狗腿子 她委屈巴巴 随后便告别了长公主 回房路上 她的面色逐渐阴冷 突然脑海中有个系统声音响起 长公主对她的好感之加一 宿主生命之加一 原来她很久以前就绑定了个好感系统 在外她是长公主忠诚的奴仆 实际上 她早就已经把长公主立位了自己复仇的目标 记得七年前 她爹英坛和长公主交纵把护 遭到了长公主强烈的报复 皇上下旨将他们赵家满门抄斩 在外求学的她得知消息后拼命赶回赵家 可父母为了保全她 竟跟官兵撒谎说她不是赵家人 因此她苟活一命 却眼看着父母家人被官兵押走推上刑场 也就是在这一刻 她绑定了个好感系统 系统首先恭喜她逃过杀身之祸 但生命值却所剩无几 若不想报彼 她就需要获取长公主的好感知才能延长生命 于是她想方设法进来了长公主的府邸 发誓等自己拥有了足够的生命之后 就一定要将长公主碎尸万段 为爹娘及赵家满门报仇 这时一只雪白的信鸽突然飞到了她身边 看来是酒楼那边来消息了 与此同时 长公主在寝殿内正被空中不停飘过的文字折磨得头疼不已 侍女不知道公主这是怎么了 问公主若实在难受的话 自己这就去宣太医 可长公主却莫名问侍女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侍女摇了摇头说没有 面前只有公主 长公主这时才知道 这些文字怕是只有她一个人能看见 侍女给她揉了揉头 说近日京城里来了位乌医 一瞬间就治好了为瘫痪多年的老人 神奇得很 问公主要不要让自己去把这位乌医请来 长公主想了想自己的症状确实更像怪力乱神的事 找乌医倒也对着 便让侍女去请来吧 而侍女说来也笑了 不一会儿便把这乌医给请来 长公主问乌医为何戴着面纱 难道是对自己有所不满 乌医则认真解释 说自己来自西域 应家乡风俗 只有未来的夫婿才能见到自己的真容 还请公主见谅 然而长公主却在这双看似美艳的毛子里感觉出了深深的敌 但表面上却假装无事般 让乌医现在给自己看诊吧 他们一个是能看到剧透弹幕的长公主 另一个则是拥有好感系统的奴隶少年赵景生 由于两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特异功能 因此闹出了不少误会 本来赵景生是来找长公主复仇的 可却在好感系统的限制下 被迫乔装成了哭唧唧的小奶狗一枚 以此来骗具长公主的信任 而长公主由于是刚开始看见这些漂浮在空中的文字 还以为自己是中了江湖邪术 于是便让侍女把近日在京中十分出名的乌医请了过来 本来她就是想单纯看个诊的 可没想到竟在这乌医眼中 看见了好几分对自己的敌 然而表面上她却装作无事发生伴 让乌医继续为自己看诊吧 从自己眼中看见什么呢 乌医摇了摇头 她便冷笑着得出了个结论 这乌医是个假的 随后乌医便假装正经地写起了药方 不过其头上带的簪子她总觉得十分眼熟 好像跟之前驸马给她定做的那个硬屋一样 看来驸马有不少是瞒着她们 这时乌医已经把药方写好地过来了 让她定期服用 可早已对乌医戒备的她怎会相信 恐怕这药方也是针对她来的 眼见乌医即将退下 她突然扔出了个小球到乌医脚边 等等 看病怎能不复酬劳 乌医难道认为本公主会小气不愁 乌医隐忍着从地上捡起小球 嘴上竟有些不情不愿地谢过了公主 等乌医走后 长公主便吩咐侍女去给赵景生传个消息 让其把查清推自己落水之人的事放一放 先去好好保护一下傅马爷 与此同时 赵景生正在茶楼内悄悄吩咐手下 去把已找回的当年赵家被流放的家眷 安置在一个无人的小乡村 切记不可让人起 而下一秒他就接到了长公主传来的消息 让他去保护傅马爷 这可真有意思 于是很快 他便来到了驸马爷府上称自己是来保护驸马 此刻驸马和兄弟们正合得醉醺醺 见他来后便出言辱骂了起来 哎哟 我瞧是谁来了 原来是长公主身边的一条狗啊 兄弟假见他长得细皮嫩肉 便吐槽他肯定是靠身子脖得长公主喜爱的 兄弟也附和 说他一个男子长得居然比女的还好看 而驸马听兄弟说完后仔细一看 也觉得他确实长得有几分姿色 长公主居然把这种小白脸养在身边 怪不得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 于是便故意为难起了赵景生来 你去七壶茶水 可赵景生却纹丝不动 驸马爷报幕 你去七壶茶水 没听见吗 赵景生顿时冷下了脸淡淡的开口了 我只听从长公主的指令 公主只让我保护你 没让我伺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